前往南非有点小激动 这次跟妈妈还有家人们一起出发 得乘坐大约15小时的飞机 先看看飞机餐 老实说差评 终于要到了 前往民宿中 到时差中大家都很困了 一眼望去绿油油的 没有高楼大厦 只见高山 邻居的胖菊被我阿姨骗过来玩 牵到镇上吃些晚餐 第一餐就找到中餐 竟然不是华裔厨师呢 我点了一份干拌面 还有一份三文鱼盖饭 一家人开心用餐中 网上找了一家葡萄园 一眼望去 没看见葡萄 这里的风不是一般的大 刚好遇上他们有活动 徒步赛 今天的天气可好了没遇上下雨天 这风都把我逼疯了 妈咪无视我中 绕一圈看看大自然 吹风吹完了就上来品酒 我们选了一家子的红酒 小哥哥不耐其烦介绍每一款红酒 跟老妈子干杯 难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旅行 就敬请享受不被限时约束的时刻吧 人生苦短 尽量的喝 尽情的笑 他们家的厕所有经验到我 看那外面的风景 有点东西 很哇塞 不说还以为这是酒店才有的景色 静泽的阿姨一边录影一边跟司机聊天 我妈也不甘示弱 蛇牛的海鸥 一点都不害怕我对着它拍 来看看这里是南非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 也是大多数都市人群的周末度假圣地 这个地方是主要旅游景点 你可以租船出海 看日落 罗本岛 去祖馆 城市观光巴士 非洲工艺品 好大一只的乌鸦 午餐就在这搞定了 主打吃海鲜 下午两点 这个时间点都满座呢 开心用餐中 这头应该是真的吧 吃饱喝足 逛逛当地特产 好多手绘 可爱的小屁屁 来到这里还是逃脱不了的超市 买些菜类回民宿主主吃 南非并不只是沙漠 也是有大城市的哟 所卖的东西应有尽有 我主打找些没看过 没试过的食品 买回家给小同伴们品尝品尝 小强迫症上线 天气有点小冷 买杯咖啡就回家惹 下期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